好,这边的程式使说,你会发现我有754笔资料,它是没有水系的 有140笔资料是水系的,那我从有水系的资料里面去找 那你会发现,这边Water它是0,代表我的Type-1,Type-2都没有出现过水 那这边是1,代表说,我Type-1或Type-2,其中有一个是水,大家了解意思吗? 它上面的程式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好,假设你上面这个执行完了,那我们就准备用预设的东西去跑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资料的内容,那一样哦,这个Type 底线就是这个Water 知道懂吗?就是这个两位,行增动态行增Water OK,大家了解吗?好,那接下来就把这个训练资料X的特征 跟它的Y label,然后做切分 那一样,Test Size 那有时候,这个Test Size 中常是 64,73或82 那有人无聊会55 那有狠一点的91 那懂意思吗? 好,有些人会这样做,那就看你自己的经验啦 就你的每个资料可能大家都不太一样 好,那你为了要复现资型的结果,你的Random State 一定要加 就是你随机种子一定要加 OK,你只要设定,之后把你将设定给你的结果 你转速打完结果一模一样 好,那看一下你资料的 你训练资料的这个 这个 Shape 形状 好,就是它的比数跟它的特征数 那这个是测试资料的部分,让我们执行一下 OK,先帮我坐到这边 一定要执行看看哦 好,那反正我们这边讲完之后,会到版本上稍微 那个,写一下 写一下 执行看看就可以了 好 好 还OK吗 有没有出现对应的这个结果 那因为那个教科书上都用很旧的语法 就是最近是Bike Learn经济学习的这个工具 大概1.5点多吧 那它大概是1.1或1.2 有些东西我现在就跑不起来 后来就花多时间把它重构 然后重构变成这个内容 好,那这是一般测试超参数的做法 没那么好 什么意思 你看哦,我现在用逻辑是回归 代表说我要做分类任务 那现在我找个最佳分数 就这个最佳分数是会一直改的 会一直被盖过去的 反正我只要这次比你上次好就改过去 就是这样的概念 好,那现在你看哦 我有两个参数 例如P,Penalty 就是L1跟L2 然后我今天L1的时候 我会,你这边看得懂吧 这是我这边过一圈L1 L1的时候呢 我这边C 就会把0.001 0.01 0.1 110跟100 更走过一遍 就了解吗 然后换到L2的时候 也把下面走过一遍 但是这不是正规方法 只是说模拟 那个超参数 之后我们用那个网格搜寻的时候 他会自动帮你做 他会自动帮你做 好 这不管他 这个就大概 就不管他 就是这个 一般计划的胜定 逻辑是回归 好,那你看哦 当我P 就把L1先拿出来的时候 我要经过了C 这几个阶段 对不对,然后L2拿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C要经过这几个阶段 就有点像我讲的 刚才几乘几的概念 好,所以基本上 你看那Penalty P L1的时候 他这个C 就会各自0.001 0.01 0.1 0.1 然后E10跟E100 他就是初始化这个模型 然后拿来训练这个模型 训练完之后呢 他算出这个准确度 这个Score 好,但是Score呢 如果他大于这个Best Score 那他一开始是不是0 对不对 所以他把那个Score 带进去,由于往左 你看Score 由于往左带进去 然后记录一下 你目前最好的参数是什么 这条件事 你只要那个Best Score 有更新 他就会记录你当前哪个参数最好 好 那经过了这两回圈执行完之后 是不是L1跟下面的0.001 0.01 0.1 E10跟E10 还有L2 搭配0.001 0.01 0.1 E10跟E100 这些参数最后 会随着Best Score 2的分数的更新 是不是你就会取得最好的参数 那你看得懂吗 好,那你执行完之后 你最好分数0.866 他告诉你 你逻辑思回归 你的Penalty 如果要用的话 你要写的值 就是L1 然后你这个C 要写的就是0.001 要听懂吗 这个很重要 但是这个方法不好 为什么 不然我有五个参数要调整 你是不是要写五个朝照回圈 写到那么尿 这个要写很久 尤其是Python 他又很重视缩牌 代表说你可能 假设你有20个参数在调 那你的主城市 就会在荧幕的另外一边 你懂吗 要调整的意思吗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他要一直排版 排版 你可能城市在这路边去写 你打开城市码的时候 发现奇怪 走中间空一圈 这个 这是真的会发生的事 这个有一种东西 叫回忽地狱 就有点像回忽韩式的概念 有看到 变着波动拳了 因为他类似是收牌的概念 当然跟我们这个概念无关 但是有点像 你发现城市码一直在收牌 到最后你打开来 怎么弄康 不是 城市码在最右边 在荧幕的另外一边 不过这只是举例而已 好 你这边帮我执行一下 不过代表他预设时 就针对我们既有的资料 就已经到反正是 8% 就反正是86.6% 反正是87% 有点 你说虾猫碰碰到10号子吗 也不是 因为他调的超参数 这样懂吗 因为他调的超参数 这个分数最好是因为你用了 Penalty的L1 OK 然后你的C用了0.001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那个分数0.866不是他预设的 是你调满参数 然后他帮你算出来之后 用分数的高低跟更新 来决定或记录你当前的参数 这样懂意思吗 这是一般的做法 但是不需要这么卑微 就做这个 你执行看看 你发现我的分数 可能刚开始是百分之六十几 百分之七十几 我调完都没有百分之87 再了解 这个很大进步 有小孩都0.6几 0.6几 0.7几好像还好 0.8几 你不要小孩 那个0.8几会超越很多人 如果你今天打比赛 这个一瞬间 这个路上都是你的电脚集 好 那这个一般的模型的调参数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大概原理是这样 那我怎么样做比较好 有一个东西叫网格搜寻 比如说我们一直以来提的东西 他把 你想想看他把所有的资料 可以调参数都变成一个网格状 很像以色列 他把每一个的所有可能 都找出来 就像暴力法的概念 把每一个可能搜寻的参数都找出来 这边有写 就是以暴力的方式 把所有可能的超参数组合都视过一遍 然后再透过交叉验证 找出最佳超参数组合 有点像桌上面的事情 但是他就是 行数不用说牌那么多了 他就是你调好之后把你调 好 所以他怎么用呢 就有个类别 或者一个方法 就 Greed Search CV 格子搜寻 那 Cross Validation 记得 你看到CV 不是讲履历那东西 是讲交叉验证 这样懂吗 就是交叉验证 为什么 要视你的参数 在之前我们不是用交叉验证 是我们拿我们参数看效果好不好 他是把我验证流进去之后 分了好几折 把每个字要的分布都视过一遍 然后平均起来看效果吧 所以叫CV 在这边是 他帮我所有的可能性都找出来 但那个所有的范围是你要自己定义 我要自己定义 然后把它找出来 所以这很好用的东西 那我们就 它其实跟上面的概念一样 只是它变得比较自动化 只是前提是 你要先给它范围 譬如说浪花一点Link Space 这样懂意思吗 或是像刚才怎么log那个东西 好 那我们直接用程式来看 那你看 这当然你可以仔细看看 这个中 这个很常用 这个很常用 你要挑战数 还记得吗 快讲的 待会在版本上再写字 我选资料集 那资料集是你自己爬的 我是网路上下载的 第二个 你就是 标准化 把资料变成可能 是-5或5之间 或是正1或-1之间 好 然后第三个是 这个 你要去 这个叫什么 选择特征也很重要 选择特征也很重要 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要找模型 第四个你把模型条抄三 就像讲现在这件事情 找出最 那这个超参 你每次换资料集 效果都不一样 懂我意思吗 它是 这个参数是找你目前 在你列举所有的参数里面 对你这个资料效果最好 你这样懂我意思吗 不是什么资料都可以 你可能换一批资料 或是资料量它变大 你参数就会自作改变 为什么 就不太适合使用了 就可能要换新的参数 好 那这个逻辑是回归呢 你们看一下就好 那这边 诶 我要设定一个范围 是不是一个list L1跟L2 这边很重要 那这个C呢 我就找10个数字中 -4到2之间取10个值 只不过是用log来算 所以基本上是0.0001到100人 这什么 反正这个数值 我做log 这个log是以多少为底 来来看 反正就是log这样 然后找出这个 你会发现它是不是参数量变多了 为什么 你刚参数是不是只有0.001、0.01、0.11、10跟100 这边它直接 就看你自己这边调多少 它范围就多少 那懂意思吗 好 然后呢 我就把它变成一个dictionary 但有时候我是直接写 他像他那个 有时候多个dictionary有点搞刚 我就是 我通常是直接写一下 所以你可以另外做个超 这个叫超参数 你现在用那个参数叫hyperparameter 调超参数 调整超参数 我是给模型用的一个参数 叫超参数 好 那你有决定 你知道 你这是c跟panelty对不对 你之后可以越来越多 懂吗 你想要调什么参 那当然那个属性跟那个它 你要用的模型 其实有关系 那懂意思吗 我记得回归模型没有讨论到 有啦 有正则的话有讨论到c 不过那个c就是真的c 不是像那个 我们那个什么 那个 我们上次讲到那个叫什么 核的那个核基 基底的那个叫什么 哦 svm 那个什么 支援向量机 是什么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支援向量机 这个东西 它有c 对 那只是它是alpha值的导处 那种意思吗 你真的讲L1L2 它那个c 它那个惩罚的alpha值是 真的是多少多少 你alpha越高 它系数就会一直被压缩 比如说你模型本来靠那系数再转弯嘛 或是增加它的权重 你现在一直压缩它的权重 它就变得越来越贫 我就不训练了 我就欠理和管理的摆烂这样 你那个权重太高 它就哇 几乎贴近每个资料 再过理和 你新的资料进来它不知道去哪里 因为它死贝因是一样 死 是 记阴贝 好 那现在怎么就这样 就这样 它就直接 做网格搜寻 记得一件事哦 你看哦 你这边是不是有模型了 好 那你会有自己的初始值吧 当然你这个模型的初始值也可以挑战 你这个树的那个 你这个什么 深度也可以调整 你这个深度也可以调整 那目前我调的是这个东西 那调之后呢 你第一个是你的模型 记得这个是你的逻辑 逻辑是回归模型 这个参数是你刚刚的参数 不过通常是用dictionary来代替 只是这边已经帮你写好了 那你要验证几次 就是你要把这要分成五份 还是几份 看你 然后呢 这个是 这个值蛮特别的 我一开始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我先讲一下 这个值越大 它吐出的讯息越多 那会多多 我没有止去一次 就是 预设是零 就是你只会验证完 你只会跑完 但是这个值啊 就代表说 你的值越高 这边有钱吗 我一直都找不到 反正你这个值越高 超过一或是五啊 多少 它的讯息越多 它会出现比较多讯息 OK 那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参数 可以调整 你再去看一下 我记得当中我打比赛的时候 尤其是 你靠这个temp资料奖面 我调那个超参就是比较多 比较多 好 那你调完之后 记得哦 你cross 那个grid search cv 完之后 这个调完的结果 它会把你的这个 逻辑师回归调完之后的这个 当作模型 然后它还去念 这样的结果 这样腰盖罗 它会回传 一个已经调完超参数的 这个估计器 所以你这个东西就是 已经调完参数的 逻辑师回归魔神 这样了解意思吗 好 你就调完训练 训练完之后 你算一下 它每次都有几个训绩 就是说它分五折 因为我们是cv 的5 然后这个20个candidate 就是我今天 2 2 2 3 4 5 6 7 8 9 10 就是2个乘像10 有没有 是不是20 所以它这边写candidate 就是指你20个组合 这了解意思吗 20个组合 然后就是 然后上完之后 要跟你讲说 你模型的表现 就是你那个 那个罗旗师回归的模型表现 好 数值可以到0.83 然后呢 你的那个参数 最好的参数 就训练来看 最好参数是c 是0.001 那Penalty是L1 你发现是不是找了一下 花了一点时间找 OK 这边帮我试试看 这个值可以改 然后跑跑看 这样子 这个Grid Search 这个蛮重要的 试一下 你可以改一改我们那个程式法 上面的那个值 当然如果你Penalty 还有很多种可以选的话 你当然就是可以再选其他 比如说 它这边有 你看 像这个罗旗师回归 除了L1L2 还有那个弹性网 那弹性网会有些数值调整 那你某个数值越低 它就越接近L1和L2 某个数值越高 它就越接近L1和L2 你们还记得吗 弹性网 看一个参数是什么 你可以多加一个 这个弹性网概念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你要怎么增加 所以你可以增加 自由增加 那你这个C的值 你也可以切很多份 你说老师10份不够 你看哦 你是从-4到2之间 切分10个子 但是老师我要切分100种可以 OK哦 只是你会广格的时候 像暴力法 所以你会很久 那当你有些参数 这个模型要跑本身比较久的时候 那你就是 坐在那边等 或是去买个咖啡喝这样 但是如果你那个越多 它其实会把你找的参数是比较好的 只是Greed Search 那个Greed Search 会很久 那当然我们会讲到那个Random Search 我当时 你看我这边 这个Time这边 我当时就是用了比较多的Random Search 是因为 我不像那些年 就是比较年轻的同学们 他 就是有那个资源可以跑好几天 他们实验室里面都有很多 就是可以闲置的足迹嘛 但我这边太比练了 所以我跑一晚上就急切了 为什么 电脑开一晚上让它烧 然后就是 老师基本上 我就用Random Search 就是它就随机了 它不是从第一个 然后到第二个每个层面都扫过 它就随机挑你的参数 你一样都给它那个范围 可是它随机挑 在随机挑的这个次数范围内 它会找出最好的参数 但是效果绝对不会 也不能这样讲绝对啦 就never say never 就是说 相对之下 通常找到的参数 都会比你随机找的参数好 OK 这个就是找参数的一个方法 然后你看哦 接下来就是看你要不要用 像我自己 我通常是把标准化跟模型找 pipeline 比较多 你也可以一次出很多招 同时用多个模型来调整超参数 就是你的超参数 你的超参数可以调整到不同模型上面 好 那当然你会有这个SVM 就是这个 support vector classifier OK 还有这个随机升龄的分类器 apply 这个好像没用到 好 那这个随机种子就是希望我们之后能够 这个我浪拍所执行的随机 都能够是固定的 能够重现的 好那你看 它其实这边是steps 好 不过没加也没关系 因为都在这个位置上 那你会发现呢 诶 我用的是两个 两件事情 那我可以拿个别名叫std 叫svc pipeline 然后呢 另外一个管线 想这样 随机升龄 好 那你看哦 我现在pipeline是不是 一个是要做svc 可是之前我这样会先做标准化 一个是random forest 这个随机升龄的分类器 好 那这个是svc 管线 那是一般的管线 那现在呢 我就设定超参数范围 那跟刚刚一样 这是什么 0.0001 我忘记刚才是多少 我把这个范围有10个数 这个log 10个数 做这个范围 好那我建立格子 什么意思 这是我预设的 这个模型 那在这边呢 那你会发现 我这边呢 有个列表 这个蛮狠的 就是 我这边 这样子切得比较准 看一下 我刚才我回去改个版 说个版 这样会比较准一点 看起来比较 好这边标下来 那边标下来 放下来 好 欸我要 我另外找这个模型来调参 那你看哦 我除了可以在外面直接设定参数之外 我除了预设的这个SVC 然后Random Forex之外 我又另外加了什么 逻辑师回归 然后他的另外会有个 这个 那个叫什么 就是Penalty的部分 就L1L2 那个C呢 就是像刚刚一样这个Range 好 另外一个也是随机生灵的这个分类器 那他的那个树啊 的节点数量 就树的数量 他每个树 不是一堆要投票吗 对不对 那些树 有分10 10棵 100棵 300棵 500棵 就他随机找出来的 这些树 那深度呢 就树的深度 就是我的树跟 然后我下一层跟我的那个孙子 那你要分几阶 三四五阶 那我要用的特征数量最多是什么 就是两个 三个四个 OK 让他你看到发现是 4乘上3乘上3 会那么多candidates 候选的那个参数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下面这个SVC 但是他是Pipeline 那调整的C也是这个 那我的Kernel呢 他这边C 这个SVC啊 就是他这个SVC的部分 他一样是用刚才那个范围 但是他没有比较特别 他只用线性 所以代表说 他现在这个SVM 要解决的是线性可分的资料 还记得吗 就是你一条线可以把它切出去 路份切出去 就要把它升加维度 还记得上面不是有个圆圈外 然后里面有圆圈 那我只要把它变成3D 是不是上面有一大圆圈 下面一条圆圈 那我是不是用那个一条平行 超平行线 超平面 把它切过去 那它从线性不可分 变成线性可分 还记得吗 所以 但是他那边只是解说 那个 他没有写那个RBF 所以他基本上代表说 他现在用的是线性可分的方式去做 这个也是 只是他多了几个参数 他这个Gamma 他这个值范围他都用一样 不过他这边现在就变成那个 那个以和为基底的这个函式 我就说他今天不是 他今天就是变成用超平面的 把它变成高维度 然后用超平面来穿过去 所以你直接看的话 他很像一块块 天降下来的东西把它包住 而不是一条线把它区分开 OK 它分裂方式就是一个东西 快一块像胎记 或是那个淤青那种感觉 一块块包住 好那接下来呢 就针对这些东西做网格的手续 一样哦 但是你上面做完之后 蛮特别的 你这个东西会是最终好的模型 最好的模型 所以你看这边参数啊 他除了我们 预设 这个Pive是什么意思 就是预设的 预设的这个 最后会被取代哦 看你的Grid Search 结果是什么 你下面很多模型 他找一个最好的参数给你 好 那你说老师你问我这个东西 不写在里面 都可以啊 是那个作者 他的一个规划 好 那基本上是这样 我的预设的这个模型 是这个Pive 就上面那个 这个RentonForest 这个Classifier 那我这个参数呢 用的是什么 就这个东西 记得你这个Parameter的Grid 这个东西要加 他就会有办法去 从我去找其他人 可能取代我 那我今天算的分数是什么 是有分什么 他这边其实Score这边啊 你会发现 他这边没有自己写 他应该在下面吧 Score Score 这边 他有分 诶 他这边没有我已经写 那我记得还有其他的啊 不是只有那个Accuracy 但是他这边是用Accuracy 就是准确度去算 那Cross Validation 五次 那这个他的讯息就是只有1 那你设的越高 就不会像刚才只有一个什么Candidate 什么东西 他会有更多讯息 那这个很重要 你今天如果电脑是有支援多核 多执行序 多核心 我建议你 你就N底线Jobs等于-1 因为他可以多执行序 或是多核心全开 那你一个核心一个执行 会超久哦 会超久 好 那你这样子那个 网格搜寻之后完了 这个东西 他的结果就会取 有可能取代你原本的模型 所以你现在这个结果 这个模型 不一定是刚刚那个随机生灵 有个人是一样 但是他可能是这个随机生灵 不见得是这个随机生灵 因为它是预设值 所以你看 这边有提到一些过程 所以你看 我现在开始用这个训练完的 这个模型 找到最好参数的模型 来训练资料 然后从这边来找到最好的分数 跟最好的参数 看一下分数多少 OK 现在开始跑 跑166 所以他跑一段时间 所以他拟合834 那他懂我意思吗 他要一直fit fit 然后跑完之后 诶 换掉了是不是 有可能有一个 这个solver 这个solver 我预设是什么 诶我没有动 可是他预设是 OK 这个我回去再看一下 就是我没有设定他 要解决多项事问题 所以那他这边还是有结果 就是你的最好的分数是0.839 然后他告诉你 你目前最好的参数是什么 是这个 Random forest classifier 但是 你跟预设不同 你现在是 你的树的深度是5 然后呢 你的特征数是2 然后你的这个 这个 树的 树状的这个数量300个 我这个是一个很 算很复杂的 模型 就是你想想看 你一次叫300个弟兄们来投票 所以这个 但是 这次他分数是0.86 还行 OK 这边帮我执行看看 我再回家看一下 这边问题在哪里 就是 有值的问题 你看他预设值哪里出的问题 可能不能用L1 他只能 就是这个东西只能用在L2 因为这个东西是做那个 线性的东西 比较多 那线性的话就是 找距离的话 L2 是算那个欧式距离的 可能比较好 那L1是用那个曼哈顿距离 可能没那么熟悉 但是我有设定吗 还是要预设值 我回家看一下 应该是哪里 那如果说你这边 这么多看不懂啊 那我建议你就是从上面这边开始 那这边也是最常出现的 你知道懂吗 你下面那个做拍拍的路不知道 你就选一个你觉得合适的模型 来做 这样子 所以你们应该都有成绩出来 这个分数 OK 代表说你这分数其实是调好的模型 那这个东西记得 他一定告诉你你用的模型是什么 好像你的超参数是什么 那你之后再重新初始化一个 这个classifier 然后填入这些参数 那通常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 那有了网格搜寻啊 他会搜寻比较久 那另外一个叫随机搜寻 就是我之前因为为了节省时间用的 当然如果你有时间 你就用那个网格搜寻 那他是随机东西 那其实概念差不多 概念差不多 好 那你从刚刚的grit search cv 改成randomized 那个search cv 好 然后在这边我们一样去初始化一个 网格式回馈 这个东西是处理那个多项使用的 那不管他 我们先预设这个结果 那现在要针对他去调整超参数 不过这个不用管他 就是他这个uniform 会让这些这个间距的资料变得比较均匀 比较均匀 比较均衡分布 那不管他 反正他那个c就是会有个比较均衡分布的点 而不是单纯被我们直接乱拆给几个部分 那这边呢 penalty一样是l2,l1 然后他这边参数跟刚刚那个用差不多 你只是名称改 一个叫 原本叫做green search cv 这边叫randomized search cv 全都一样 那他会回传 可能比较好的参数的模型 然后拿来训练 ok 那训练完之后呢 记得这个fit回传的 也是randomized search cv 的这个模型 那我们实行一下 其实不会太差 但是我们的参数范围也还好 ok 那你就发现 这个c怎么浮点数这么多 是因为他是用均匀的方式去做 产生那个样本点 产生那个数值 ok 而不是这么硬生生的 你家切几整份这样子 这样到今天都了 各位在这边指心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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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qu is OK 所以如果你这边做pipeline 你可能一时间没办法理解 那你就用最上面这一个 就这个 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我自己定义它的范围 然后选定一个模型 那你这边后面不加也无所谓 不过第一位则说 你也可以针对这两个东西来做调查 再了解一下吗 有可能是 刚才那个效果如果不好 有可能是要影响到你 有可能是要影响到你 好 把它做迭代几次 OK 那random是会比较快 你会发现速度快 但是它就是random 它不会找到最佳线 好 那现在就是有些模型 它会有某某某cv 就是属于自己的cv 像这个什么 logistic regression cv 还有其他的 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东西 那我今天呢 这个一样哦 我在做cv的时候 它其实回传也是一个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所以这边c 这个cs是它会自动帮你切分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0.0001到1万之间产生 因为我觉得它好像预设cs这个值是有一个范围在 它好像是在这个0.0001到1万之间的值 那那个cs是指 你在那个值之间要切几份 懂得意思吗 要切几个数字 那你100格的话就是类似这样 负4到4之间取100格 OK,它自动帮你取100格 它的cv就是它分几份 然后找那个 找出最好的效果 它这个为了复刻 好,一样是设定这个random state 那这个模型呢 OK,拿到之后 它把你调到好的参数之后 你拿来训练 训练完之后 你就拿来做这个 找出它最佳分数 好,算出它这个 找出最佳参数 然后去 算那个测试资料的那个整确度 让我们执行一下 它可以讲说 你这么多值里面 就是这100个值里面 你的参数 0.0001 可以让你的分数高达0.8659 这是针对logistic regression 它自己模型这个特色 它会有一些cv 不止这个,还有其他的 imped用这个 别用这个 这样你稍微 应该是 其他 有什么 这样 一下 有什么 不是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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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ifik 可以 有什么 可以 有什么 糯 有什么 可以 有好奇,可能200 過不很久 好像也還好,差不多這樣 他找到最好的表現,大概就0.001了 那如果我先Cross Foundation,可能50呢?切50份 哇,很久了,他每一份都要試,好,一樣 所以目前你這個邏輯師回歸的模型 應該最好的大概就這個,0.001 針對這個資料值 那現在這個,我本來沒打算提,但是教科書裡面有 就是你分兩個地方交叉驗證 這個比較進階的做法,聽不懂沒關係 他就是在交叉驗證上,再用套用一層交叉驗證 有分內層外層 那你外層呢,是用來評估你的性能 內層是拿來調餐的 好,那怎麼做到呢? 例如說我做這個Cross validation score 那一樣是建立這個網格,那剩下他就是拿那個pipeline來做 一樣我找最好的模型 只是我這個Cross validation是2,我這邊另外設定 然後我用 accuracy 當作評估的那個 的指標 然後找出可能最合適的這個模型 那這個模型呢,我就開始進行這個交叉驗證 我沒貼圖嗎?我現在是補上圖好了 就是他把我們那個,那叫什麼?我要畫嗎? 就是說他今天那個,不是切好幾份 例如說你看喔,我簡單,我直接用這個 就是 今天講的東西要進階了,我竟然好像不見得美老師會提到 我們之前不是有訓練資料籍嗎? 跟 這個切分成測試資料籍 對,是不是這樣區分 OK,好,其中我們是不是又分好幾則? 這分三則 這時候我cv 等於3 OK,那這個是什麼?訓練 訓練 這是驗證用,這是所謂測試 這這樣寫嗎? 好,也可以,驗證用我這樣 好,可能下次就換這個,對不對 怎麼就是一樣是訓練 第二個是驗證用 我再寫 接下來是訓練 那今天要可能換他的孩葉證 這個來訓練 我再一起,變成訓練資料 OK,是不是三則大概是這樣子 這是所謂的外層 這是所謂的外層 這是一般常見的幾則 這個訓練資料裡面 自己又分三份 這叫內層 這叫內層 這個叫外層 這個叫外層 這叫內 這個來算你的效能如何? 這個來算你的效能如何? 這個調餐 這個來算你的效能 這次拿來評估 效能 這模型效果好不好? 這拿來,拿來調餐 這拿來調餐 要拿來調餐嗎? 好,所以說外層內層 好像螢幕都沒辦法 畫質在幹嘛的 要不要請李老師買一個那種3000多塊的 沒關係 好,那其實就是 這個做潮狀交叉驗證 就像剛才講,外層用來評估性的 內層就來調餐 就慢慢上寫那個 好,那怎麼去瞭解它的分數呢? 就透過這個函式 OK,那這個是我們最好的模型 這是訓練資料,這是訓練的特征 這是訓練用的Label,他們兩個數量是一樣的 訓練資料的特征跟訓練資料的Y 好,那我用accuracy的算 所以你今天評估的外層評估是accuracy 然後內層是做調餐 那三折,像我們白板上寫三折 那個算算分數呢 我們算分數的平均,這好幾三折嘛 這三折的平均數 然後正負標準差 然後算一下accuracy之後呢 我們就來訓練模型 這邊是來算分數 訓練模型,然後調餐 然後把那個分數顯示出來 用保證為什麼 這麼多 要bit332次 OK 又是這個問題,我先找一下 這兩折,然後分三份 然後分數呢 好,我看一下這個 欸,跑去哪裡了 跑去哪了 喔,他有缺失是不是 還是怎樣 還是那六 好,不管他 反正他最後算出來是0.86 我就差不多到這個極限了 到這個極限了 只是他有些訊息有爆掉 我先看一下 不過他這邊有提到 我是accuracy是0.839 然後正負0.004 標準差 OK 所以他是做好幾折在算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 有些錯誤訊息 他算出來的結果是這個 0.86 OK 那你執行看看吧 好,我先看一下 到底哪裡有問題 我記得我上次測還好呢 是因為現在要改版了 166 candidates 看一下 哦,他有說 他有說 這個 最好的參數 訓練資料的情況之下 就是一樣 跟剛才其實差不多 就是那個 隨機升靈的分類器 那你數的深度是3 你的特徵是4個 然後你最多有幾棵樹 10棵樹 剛剛好像是300嘛 現在是10棵 OK 然後最後分數是 0.86 那為什麼上不去 我覺得 代表我們資料清理沒有弄好 裡面應該有一些缺失值 應該要補上 或是說 不確定,沒有仔細看裡面內容 但我上來好像蠻多缺失值 欸,你們之前有去下載過Cargo 用過Cargo的帳號嗎 之前資料分析很多Cargo K-A-G-G-L-E 我在想一件事,就是 要不要下禮拜我們找個時間 真的上線 去跟 故人 就是舊的 去比 然後我們找個模型 看能不能超過大 不能也沒關係 不能也沒關係 我找個議題 我找那個好了 老議題 十年前那個什麼 修用卡會不會還款 你回去下載他的資料集 說實在,我也忘了一下資料集 什麼樣子 但就我所知 他資料集很多 缺失值 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比較狠 他一有缺失值,我全砍掉 我記得他資料有十幾萬筆 所以我砍完之後還剩 十萬還是十四萬 他很夠 那到時候 我在想說是用 主緣之間討論 然後找個代表上傳 還是怎樣?我想一下 你主緣是誰 這幾個 他 這樣 那到時候看看 我在想 我想一下節目 我想一下企劃 其中一個同學是你可以討論 然後怎麼做這樣子 因為我不知道你個別做會不會每個人都做 但是我覺得可以討論 然後找一個人上傳 他看有辦法 充定前十名 我看有辦法充定前十名 我想一下企劃 怎麼樣 因為我有 你們班還是一樣 我們沒有作業 但是我打算以後 等我這個 講義成熟的時候 我要出作業 就是 但是我打算用那個 考試用的 當作業 就是 你做作業的時候 其實是把考題刷完 這樣聽起來就比較 好一點 不過你們這些還沒用到 我之後會再加上去 我 我之後會找那個考題上去 反正你可能一個月或兩個月後 或是過年期間 我大概會有一個改版 我會把它刷完 你就上去看 你覺得有趣你就 去買那個CSF 那個半年450 的那個 測考題的平台 測完之後你都OK 那15題14題都OK 那就去考證照吧 那就說你會記憶學習 好像70分這幾個吧 還是多少忘記了 好 好 那就是用 那很特別 剛剛都是找超參數 就是用那個 你叫什麼東西啊 就嘗試在裡面 透過cross validation 結果來找超參數 在那邊呢 咦我卡住了 他是用評估指標 譬如說 剛剛講的AUC 或是accuracy 來評估 OK 這個是來評估用的 他用的方法是用 acuracy score 來算 OK 所以這邊的key 等於AUC value.ROC 底線AUC 我記得這個是可以自己訂的 另外一個超參數方法 他用兩個評分指標 做網格搜尋 你待會用網格搜尋 這邊的設定超參數 意味著 你看到這個N個 模型 又有深度 代表它是樹狀模型 所以你會發現他用這個rhythm forest 隨機是零 這個隨機狀態是零 那這邊呢 他把這個 這個parental grid 這邊 設定成那個d OK 就是用設定這個東西 好 那他評估指標呢 不再是單純寫字串 像IQ是有什麼的 他是這個東西 他是這個東西 兩組key跟value 我這邊我回去翻版一下 這樣看得懂嗎 他用兩組評估指標 一個是AUC 代表 他現在做分類任務 在哪個意思呢 他做分類任務 那這兩個都是分類任務 就是說AUC 是代表說 我全部都答對 除以總題數 他這個東西是算那個 這個曲線下面的面積 OK 好 那其他 我也忘記這個refit 是什麼 不加也可以 refit 我先查一下好了 要看一下 那這個會 是否要回傳訓練的分數 跟你要不要用所有的執行序 好 那弄完之後呢 他把這個參數調好的這個模型給你 那來訓練模型 然後找出結果 OK 然後準備畫圖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有點複雜 這個有點複雜 你看看就好 最重要是 你要能夠做這件事情 這個 這才是重點 好 那我們直接執行就好 他可能要跑一點時間 畫出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實現 就跟你講說 你當你的參數叫做你的數 的數量 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的這個 綠色線 虛線或實現代表 accuracy 對不對 代表AUC 抱歉 the area on the curve 那你會發現 我訓練資料 是虛線這個 隨著我數增加 他分數越來越高 好 那我 那我測試資料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美好 有可能是你的資料不平衡 有可能是你資料不平衡 那另外一個你看 用accuracy來算 我虛線訓練者都還維持0.8幾這樣子 就大概0.84 那我的測試資料也差不多 所以其實他accuracy來算的話是0.84 那用AUC的話0.59 那其實不太幾個 就我這個模型在AU3分 這個你他作為指標的話 其實沒有那麼好的 OK 好我們休息五分鐘 我們待會應該可以把這個講